蔡英文昨天提那三個條件 無論是團結黨內 如果民進黨真的這麼團結的話 賴清德今天就不會出來參選 他講推動改革 對我們來說 對中華民國國民來說 我們聽起來多諷刺 要不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改革只改革軍公教 其他難道不用改革嗎 他又提到說國際官 每一次出訪回來沒多久 我們不是又血崩式的斷交了嗎 所以蔡英文沒有錯 他這三點要勝選2020 蔡英文要勝選這三個條件 當然只對黨內涵 所以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蔡英文這幾年做了很多事情 實在是讓民進黨黨內 在這一次選舉 我私底下自己 天在立法院聽到的是 他們都要跟賴清德合照 在今年掛的看板 也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民進黨這一次的立委 區域立委選舉的壓力 到底在哪裡 但是如果接下來真的是蔡賴沛 如果真的有一個初選的話 當然這個初選最後是投票的 結果絕對不會是蔡英文 就是民進黨內部 其實心裡都非常清楚 所以我不知道 他們最後會不會有一個協調 或者真正有一個初選的階段 但是如果民進黨只是 蔡英文跟賴清德 在演這場戲的話 我覺得這是把全民 這是把民進黨內部的黨員 當作傻瓜 但是我們看到其實 韓國瑜這兩天所講的 就是說其實拚經濟 我們看到他這一次 從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他出訪帶的人 記者也好 或見到包括接待的規格 其實都有總統的高度在 我也深信如果帶回來訂單 也比總統還高的話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 可以看到一些事情 總統不是去帶訂單的 他是去 對 去花錢 但是回來又可能有一個 不能用這個方法比 因為這兩邊比較基礎不一樣 對 所以那個高下 高下立判出來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蔡英文這兩天的說法 他連任的企圖心很高 比總統高度還要高 但是你看他去糾正韓國瑜說 你好好去拚市政 其實韓國瑜去調整他的辦公室 其實這都是在合情合理 合法的範圍身室內去調整 其實蔡英文如果真的 關心高雄的話 包括高雄 包括一些相關中央 跟地方的協調的政策 就真的好好幫韓國瑜 請民進黨的高層 從蔡英文到賴清德 跟所有的立委 不要在那邊說酸話跟風涼話 對高雄高台貴手 不要忘記 高雄的市民們 對於民進黨過去是多麼的支持 如果現在在很多法案上 到處去卡韓國瑜的話 我覺得才是真的對不起 高雄市的市民 所以這一場 目前拚經濟跟蔡英文的拚政治 其實高下立判是非常清楚 前天有專訪韓市長 他說這是南南合作的第二條線 第一條是新馬 像這區大陸的南方的城市 這兩個 因為我本來對韓市長這次的 大陸上有很高的期待 但是我太急了 我希望他能夠把我們 這些年亂七八糟的兩岸關係 爬出一個清楚 但是因為我太急了 他現在是高雄市長 所以他就先拚經濟 兩岸的部分 如果他當選 你終於冷靜了 對 我自我檢討 等他如果當選總統之後 再來處理都還來得及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專訪的內容 這個專訪 我們有另外剪一次袋子 大家可以去看 比較精簡 這是那天韓市長講 他說他已經先預告了 他去港澳深圳 一定會被批判 民運黨現在如果不抹黑 已經不知道該怎麼治理國家 所以韓市長心裡有數 會被修理 大家等著看 韓市長說 從我當高雄市長 這三個月以來 一直有人不希望高雄成功 這個我也不意外 本來就是這樣子的 你看包括剛剛海洋局 那個也是被爆料 他說涉外的對內的 強烈感受到非常有敵意的批判 也就是說我們有些媒體 是用正能量正面的在看 韓市長的執政 有些媒體是反之 是用負能量用負面的在看 所以韓市長也了然於兇 他說這幾十年 就在這樣的絞肉氣裡面 只要正敵的成功 就是我的失敗 也是他閉關十幾年的感觸 我們的主持人品種 有去挖了一個洞 就是說你剛剛說民進黨生病 生病是韓市長講的 行政院怎麼可能支持高雄的建設 這個洞的意思就是說 你在高雄其實很多東西 你都需要中央的支持 韓市長有沒有聽懂 他當然有聽懂 主持人一直挖洞 他一直跳過去 跟那個超級馬力一樣 端端端端 他不會掉入你的預設 因為其實他是真的被卡 我們有很多例子可以證明 這是我們以前的 這個很糟的狀況 就是阿扁總統 馬總統 韓市長都被修理 為什麼漏掉蔡總統 因為蔡總統這幾年在立法院 我相信李彥秀委員很清楚 贏順風機 國民黨的立委 在立法院也不知道怎麼反 所以其實真的被修理的總統 是扁跟馬 韓市長在高雄被修理得很慘 逢寒必反 他如果沒有去選總統 他繼續留在高雄 狀況一樣 為什麼 即便國民黨贏都會一樣 我解釋給各位聽 這個在我們這個專訪 品種的專訪裡面 他去 韓國瑜竟然去褒揚 賴清德的雙語教育 還有農委會去日本拚訂單 韓國瑜說我鼓掌叫好 你看我們這些年來的政治人物 哪一個會像他這樣 一定吐槽 一定去外面 國民黨罵民進黨 民黨罵國民黨 因為我在投票前我就跟你們講 如果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 會被卡韓 我投票前就講 這都可以吊帶子 我現在贏 一定被修理 他被卡韓 然後如果韓國瑜在高雄成功 會證明民進黨的失敗 主持人 我看了你的專訪之後 我修正一下 因為我發現不只這樣子 來 我今天講的日期 如果韓國瑜在高雄成功 他是證明藍綠的失敗 證明了藍綠的失敗 剛剛偉翰講香港的農產民的東西 我問一句外行的 你怎麼現在才知道 為什麼韓國瑜當市長才知道 以前的高雄市長幹什麼 以前農委會在幹什麼 我們跟香港同文同種這麼近 你不知道香港很多日本的農產品 我們這麼大的市長 香港的GDP這麼高 我們可以大賺一筆的 結果現在 所以我說韓國瑜在高雄也成功 藍綠都失敗 所以國民黨樂見韓國瑜成功 他今天在高雄拼出成績 功勞可以算在國民黨頭上 可是我會回去想說 國民黨以前的縣市長在幹什麼 你們以前縣市長在幹嘛 都在混 主政 我補充一下民調的部分 我說在野黨他當時看民調 就是民調第一名 就是他參選的正當性 但是執政黨的總統候選 我不這麼看 因為彭明明 剛剛偉翰提到彭明明 因為彭明明他是婉拒 蔡總統的總統母執政 他在自由時報投書罵蔡總統 已經很多次了 今天那一篇我有看 但是我認為 應該讓連任的總統優先 雖然這個初選沒有這樣的規定 一個行政倫理 這個是認證 而且我們待會提到賴清德 你出來選也是輸 你幹嘛硬著投鼻選 而且剛剛李委員說 立委想跟賴清德合照 不是星濤的想跟他合照嗎 恐怕不一定 他不一定能夠擺平 非星潮流的人 事件你想跟賴清德合照嗎 我證實不用 因為我又不選立委 他也跳過這問題了 不是 我沒跳過 對 我正在聽你對賴清德的歌頌 沒有 不是歌頌 我簡單講 主任我的結論 第一個就是說賴清德 這是從禮拜一宣布到禮拜五 他的網路聲量跟這個 都被蔡英文跟賴清德給占走 而且賴清德宣布去登記跟領表 他也適度的把蔡總統往中間推 所以蔡總統沒這麼辣 也沒這麼毒的 為什麼 賴清德 台獨的旗幟被我拿起來了 蔡總統就被他往中間推 這對蔡總統選總統是有利的 大家記得去年的公投 叫東奧正民公投 獨派不會再犯這個錯了 記證他們硬要推 連自由時報都要寫 他搞的 你不要再推了 不行 我就是要推東奧正民公投 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這個公投沒有過 賴清德跟獨派那些大佬 很清楚說 待會我們再提到獨派問題 因為專訪他也提到 我說你獨派硬推一個人出來 就會跟姚文芝一樣 只有17% 18% 我還是認為賴清德 領表是假的 目前 今天我的研判還是假的 我把蔡總統往中間推 然後到時候大擁抱 哭哭啼啼 我們全黨團結 這個時候蔡總統就沒那麼毒 就沒那麼辣了 其實他在幫蔡總統 所以你覺得這個結局是蔡賴沛 不一定蔡賴沛 但是他已經適度的 蔡賴河 賴清德的犧牲 蔡賴河 民進黨大團結 然後很多人都被邊緣化了 他的目的就達到了